在第四千坪的百貨廣場裡 不論美食區還是服飾區 甚至是書店 一眼望去 看到的已店員居多 消費者寥寥可數 還記得三年前 也就是2019年6月市營運時 這家標榜擁有最美書店的購物廣場 可是湧入一波又一波的人潮 排隊等著拍美照 看書 享用美食 母公司新復發集團表示 受到疫情衝擊 萊克樹銳減 導致業績表現不佳 因此月城廣場決定吹洗燈號 營業到8月底為止 月城廣場位於大統新世紀百貨的舊址 新復發砸了10億改裝 打造成地上3樓 地下2樓的社區型百貨公司 100米採光罩引進自然光 15米的書牆形成絕美森林圖書館 曾吸引網美拍照取景 不料營運沒多久 就碰到疫情考驗 三年不到宣布8月底要洗燈 震撼市場 你這邊來過幾次了 四五次吧 這邊的一些櫃我也沒有很特別吸引的 但是這邊那一棟確實蠻舒服 對 就還蠻舒服的 很官場吧 月城廣場是新復發集團 首度跨界百貨商場的第一個開發案 2019年開幕時 是以每年4500萬的租金 向東南水泥及國產實業承租的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